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代对这位独特的人物可谓耳熟能详 然而 泽天并不是一个名字 而是取自他的一个称号 泽天大圣皇帝 其中泽天意为以天为责 这是他在公元705年被迫让位后使用的尊号 705年底 他自愿放弃了帝号 但保留泽天作为他泽天大圣皇后称号的一部分 在他去世数十年后 他的称号进一步被精简为泽天武后 然而 几个世纪之后 历史学家往往称他为武后或武泽天 这给人一种印象 似乎泽天就是他的名字 因此大众将泽天与其姓氏连在一起 开始称他武泽天 如此一来 泽天二字便脱离了他的帝号 沦为了一个俗名 在儒家的历史学家以及很多现代学者的笔下 武泽天这个名字所对应的 往往是一个残酷 隐荡 非法 无情 而又野心勃勃地篡谓着形象 泽天的称谓 很可能来源于洛阳的泽天门 公元690年 武照在此登基称帝 说来也奇怪 此门恰好可以证明泽天并非武这本名 因天门在唐出北坟 并于公元655年重建后 载名为泽天门 如果作为皇帝 他的本名即为泽天 那么用这两个字命名一座宫门 应是当时之人十分忌讳的做法 历史上他通常被称作武士 这是一种对武家女子的范畴 尽管当时中国的女子婚后仍然保留自己的姓氏 现在也是如此 这一习俗并不能说明个人父权的程度 在中国的传统理念中 一个人的姓氏及血统十分重要 这体现为中国的人名 总是姓的名前 婚后 娘家的情况可能决定一位妇人 在夫家众多儿媳中的地位 即使是在为女人所做的纪念姓墓志名中 女子的名字也很少出现 武兆的主名为华姑 在她正式登基之后 为了回避女皇的名讳 华州更名为太州 位于金湖南省洞庭湖北站的华荣县 改名为荣城县 武兆这个幼年时期的称谓 与一位同代人黄六威的一个称谓极为相似 黄明威为唐代的著名女官 世人称其为夸姑 为其年八时而有少容 貌如英如 谍女徐步 奔马不及 十三岁时 武兆凭借父亲生前作为唐朝 开国功臣的地位 以及自己的智慧与美貌 离开寡居的母亲 被赵入宫 选为财人 成为唐太宗后宫九位武品财人中的一位 财人并不是他的名字 甚至也不是一个重要的内官职位 他只是对后宫武品内官的一个通称 因为他的美貌 太宗次号妩媚 后来 当他被太宗的儿子与继位者高宗带回后宫后 又被升为昭仪 和财人一样 昭仪也只是一个封号 而不是名字 仅说明其为九个正二品妃嫔之一 他最初默默无闻 其后迅速崛起 在公元655年 被唐高宗立为皇后 取代了出身名门望族的王皇后 674年 高宗与武兆开始自称天皇和天后 683年 高宗驾崩之后 武兆的政治权威日渐加强 他因此获得了更高的皇室封号 首先 和其他丈夫去世的皇后一样 他成了皇太后 然而 他扮演的却是摄政者的角色 在儿子继承高宗的皇位后 继续代理朝政 大臣们称亲为陛下 他自称战 义己寡人 这个称谓彰显了皇帝的至高 无赏和为我独尊 这个称呼为皇帝所有断 其作用与欧洲王室的自称Heroe为类似 据此看来 父权社会的各个阶段 对他的称呼 均为姓氏加上内官称谓 他是武士家族的一员 是太宗皇帝的一名才人 是高宗的配偶以及皇后 在高宗死后被尊为皇太后 然而 他依然没有自己的名字 公元688年 武赵家尊号圣母神皇 690年正式称帝 称圣神皇帝 此后 更多夸张的封号家诸其身 693年加金轮 694年加月谷 695年加辞世 同年 去辞世月谷 但增加天策 封号虽然显赫 终究只是封号 仍不是他的本名 在父权社会和政治体系下 女子的名字长期被抹掉 被忽略 武家的这个二女儿出生的时候 中国正处在公元7世纪早西南尊女碑的时代 存去了上千年的儒家思想 在人们的意识里已经根深蒂固 这种父权体制 在长达六十多年的时间中 剥夺了武赵的名字 只根据他和不同男人的关系 为其贴上了标签 他是武士家族的一个无名女子 是皇帝宠爱的女人 这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他后来费尽周折 要为自己选择一个合适的名字 在公元689年冬至 武赵代替当时名义上的皇帝 也就是他的儿子里的 发布了一份诏书 宣称 朕又闻之 人必有名者 所以土情自济 尊是天人 是故以假以以 成堂为子孙之志 有内有相 身如名得意之由 朕今怀柔百神 对阳上帝 三灵眷又 万国来庭 以英正名之典 士夫行政之方 朕以以赵为名 名字是统治者用来辨别与区分 融合或彰显 创造极为护社会阶层的工具 孔子反复说 名不正 则言不顺 言不顺 则是不成 士不成 则理却不行 理却不行 则刑罚不重 刑罚不重 则名无所措手足 照此逻辑 名字 是基本结构单元 国家的基础据此构建 如果人名不正确 或事物的标签不准确 则必将造成混淆极不合 因此 作为一个力图登上皇帝宝座的皇太后 武赵需要一个可与他独特的政治地位相匹配的名字 当他最终拥有了选择自己名字的自由时 他选中了赵 这个字象征着他的权利 为了证明并提升他的地位 他创造了一个在之前漫长的中国文字历史中 前所未有的新汉字 这不仅反映了他的创造性 更彰显了他的胆识与魄力 这个新发明的赵字描绘的 指日月当空照的景象 赵字的创造 就好像他向世界宣布 现在 你们知道我的名字了吗 知道我是谁了吧 这就是我的名字 独卫习无二的一个名字 赵字包含了天体中的太阳和月亮 从字面上看 这就是一个望丈光芒 夺人眼球的名字 因为他的名字与赵书的赵同音 未必形名晦 赵书改名智书 与众多中国皇帝一样 他深信名字包含着很强的魔力 能够屈及避凶 如果名字在日常生活中被人们经常提起 这必将削弱他们的力量并带来恶运 作为他的代表 这一次创的赵字 融合了如是道思想的精髓 这不是一个称谓 不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混名 也不是代表妇女的通用称呼 这是他自己的名字 与这个名字的主人 这个与众不同的女人一样 赵字可谓不同凡响 超凡脱俗 在中国历史上更是独一无二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